好了 那今天我們要來抽的是 莉莉安的WEB波動 傳說女團的第二個造型喔 這個造型 有一個官方沒有告訴你的小彩蛋 真正的賣點 在造型大廳左右晃動的話 你會發現一些色色驚人的事情 為什麼她穿的是黑絲襪 哈哈哈哈 還有為什麼這莉莉安 頭髮被我甩掉是戴假髮嗎 好啦 認真講啊 如果你之前有WEB試驗的葉娜的話 你是可以省下一大筆的抽獎費用喔 官方有公佈這一次的抽獎機率 莉莉安WEB波動的永久造型機率是 0.01% 也就是說呢 幾乎99%以上的玩家 都是抽到保底啦 幫你們算了一下喔 如果你有葉娜的話 總共需要2917點 如果你沒有的話 總共需要3516點才能保底 這個造型一樣 她會邊走邊唱歌 那抽到造型的過程 你會得到這個永久的舞蹈 她會直接 老子直接在你野區唱歌 欸 這個不是我配音喔 這個的舞蹈動手 真的非常用心 也是這個造型莉莉安的賣點之一喔 好啦 那我選擇的是中路莉莉安 我旁邊的是一個大番薯大熱狗 一開始只要隊友能夠幫你 順利清完冰撐到兩波衝到四級 就是莉莉安開始最好玩的地方 好啦 那我的隊友大熱狗呢 一開始沒有清完冰喔 我們不需要理他喔 我們就去幫忙稍微的支援一下 打野也沒有下來 選擇了一個紅開 然後再去打籃 哇 二打三 這個絕對打不贏喔 說真的 這個版本伯頓走凱撒路 就跟他一樣 抬著自己的棺材在路上走一樣 你怎麼會要選伯頓啊 我的好兄弟 好啦 那其實莉莉安真正好玩的地方 是靠著他的變身 他的變身真正好玩的地方呢 不是那種情趣cosplay 而是他在變身的時候 可以增加自己的魔法攻擊力 再從狐狸形態變成人形態的時候 是會增加額外的魔法攻擊力 再配合你人形態的一二技能 一次丟出去在後期的時候 是可以把射手炸超過50%以上的血量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輸出能力喔 那如果你有在開傳說對決職業聯賽的話 這隻英雄呢 不僅是高端玩家最愛的英雄喔 同時在職業聯賽也是常常出場 那他的魔紋有兩個點法 如果你想要走比較穩健的點法的話 你可以選擇帶煉金 縱使煉金在上一次改版 又稍微削弱了一點點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輸出的快感的話呢 可以選擇萬鈞聖雷 保證中後期那個傷害 讓你非常滿意 其實一開始我是不想抽這個造型啦 因為我想說 哇天啊 這個四個偶像團體 如果一個都要花2500 四個就要花一萬點 結果呢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一抽就抽到 我就說 好吧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官方啊 結果又抽到了保體 不過他運氣也真的是很好 0.01%的機率 應該是一萬個人裡面 才有一個人能手抽抽到 我覺得他真的超級幸運的 但是如果要我這種 一抽就抽到的運氣的話 我比較希望老天能夠讓我中微理財 如果有一天我中微理財 我一定把頻道關掉 然後一人發個1000點 同意的歡迎的影片按下喜歡喔 每個人都有發財夢喔 只是那個夢永遠不屬於我 讓我想到過年的時候 哇我真的很後悔抽呱呱樂欸 那時候過年不是有那種 1000塊的呱呱樂 我和我爸我弟 三個人集資 應該有9萬塊喔 結果最後只回算出來的抽獎錢 只有2萬塊 我的天啊 真的是一個過年做工藝欸 好了那友蘭的莉莉安呢 可以說是基本上 人擋殺人 否擋殺佛 莉莉安又有一個稱號 法師版的井 而且莉莉安這個版本 我認為真正會崛起的地方 跟聖光魔龍有關係喔 莉莉安假如你帶著這個 萬鈞聖雷的魔紋 然後在遊戲時間中期 有吃到聖光魔龍 哇 那個傷害 簡直就像你去坐雲霄飛車一樣 嗚呼 嗚呼 有沒有覺得這個造型很帥 我覺得這個造型 有一點算是低調奢華藍的那種感覺喔 結果尾狐 欸 欸 是不是可以來玩一次 近戰的莉莉安 說不定也是很有搞頭 好了 躲技能之後呢 哎呦 好可惜喔 二技能沒運到 反應有點慢 莉莉安我覺得就是要那種反應 超級快的玩家 玩起來才會好玩喔 像我這種反應慢的 還是去玩他的小表弟菲尼克就好了 好 我們稍微躲一下喔 有沒有要過來喔 過來我就請你吃一發 喔 這裡有 有 有啦 交火機 哇 太快了 太快了 大番鼠你也等我一下 哇 太不講武德了兄弟 好了 那這時候小兔兔在旁邊 我就幫著他一起打掉這一條龍 我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前一個版本的小魔龍 比較帥一點 這個版本長得很像吸塵器耶 你們不覺得嗎 哈哈哈哈 不知道 就很像吸塵器 前一個版本的感覺 比較稍微友善一點 但是聖光魔龍又很帥喔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評論新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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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有看 喔喔喔喔 謝謝你喔 大番鼠喔 幹得好 大番鼠 還是叫你大樂狗喔 大樂狗感覺比較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 我很喜歡幫英雄取綽號 像莉莉蘭這種超完美身材英雄 就很難幫他取綽號 哇 喂 哇 可惡可惡 好可惜 欸 有殺到嗎 可以可以 兔子你可以 兄弟 兄弟你可以的 啊追去哪裡了 喂喂喂 控游是不是啊 你要被宰了 小兔兔 過來過來 親愛的圖倫你已經被包 包圍包圍 我好像會被瞄 哇 喔 哇 吼 嚇死我囉 沒秒到差點送頭喔 哈哈哈哈哈哈 太刺激了 我玩莉莉安就是 我自己玩到現在是那個手感 會有點抓不好喔 這次抽獎真的蠻刺激的 網路上不是有人開玩笑說 你看 第一個葉娜的造型赤焰是 就是直購嘛 然後莉莉安這一次的造型 叫做保底 欸 那下一個造型出來 會不會就是半保底 那最後一個造型出來 豈不是要貴飯天喔 其實這四個造型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就是葉娜的赤焰 的那個女團新造型 第二個我比較喜歡的 應該會是貂蟬的新造型 據說貂蟬這一次的造型喔 好像有八個 不知道是特效 還是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應該說是史上 特效加音效最多的造型喔 我感覺要準備個一兩萬點喔 我原本想說我要忍住的 結果我還是受不了了各位 好了這邊呢我們就直接 欸 變身 丟 喂 沒中 很好 一發都沒中 啊為什麼對面的圖倫 剛剛跳起了舞喔 有了有了有了 我來我來我來 請你吃螺旋丸 唉唷 我還笑伯頓抬著自己棺材 我還沒想到就把別人抬回來 幹得好伯頓 我已經好久沒有 在凱撒路看到伯頓了各位 欸我聽說你們有些人是 下禮拜才月考是真的假的啊 因為我昨天跟一個好朋友 在玩傳說對決 他說欸我們的月考 延了一個禮拜為什麼 因為我們打了疫苗喔 他還說什麼打了疫苗之後 隔天有非常多的同學 請了疫苗價 我才知道有疫苗價這種東西喔 然後我就問他說 阿你怎麼沒有請一天的疫苗價 他說唉我不是會請那種東西的人 不是啊可以多請一天多爽啊 說不定有些人沒事也是在家請假啊 不過現在真的很好喔 已經開始打疫苗了 希望大家都沒事 好想要出國喔各位 嗚呼 嗚呼 發瘋的莉莉安 好那我們在這邊呢 喔喔喔被發現了 你被發現你被看到了 喂花一菜頭你被看到了 過來一下過來一下 哈哈哈 我發現伯頓是花一菜 手上拿著的是 蘿蔔嗎 蘿蔔之類的東西喔 喂 喂 直接秒殺 唉呦 怎麼是你這個大樂狗啊 大樂狗搶頭啊 不行啊各位 來來 花一菜衝進去 喔 直接一個封塔 喔伯頓是剛剛要玩輔助嗎 不然他 他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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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她可能是要打輔助 不然她怎麼帶的是封塔喔 好啦 那我們直接過來喔 這個圖倫喔 旁邊有非常多的定速箭在那飛來飛去 來來來 緊過來 變身成狐狸 然後等下變身成回來 就會加額外的魔法攻擊力 這就是莉莉安最痛的時候 當然如果能夠完整接一套的話會更好啦 不過在中後期完整接一套 除非你是單刷 不然你就是會直接送頭 這是我玩很多版 很多盤的心得喔 好 直接過去 你可以看到 哇 她的位移距離 位移的距離真的是有夠遠 暈 嘿 嘿 有沒有 直接半條血就掉了 就是這麼的輕輕鬆鬆 喔 好痛喔 她直接把我們的小熱狗打爆欸 欸 那如果 如果伯頓是花椰菜 然後愛麗絲是小熱狗 哇 那我知道小丑是什麼 她應該是三色豆 我不知道我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長得一副三色豆臉 哇 太秒了喔 因為小小 喔 對對對 小丑 她的大招就是丟三色豆 欸 小朋友最愛的就是三色豆 不是 網路上有張梗圖嗎 一個不知道什麼 全國什麼李市長講的話 好了那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喔 來秀一下這個九尾狐 偶像歌手 應該她也叫偶像歌手吧 偶像女團的莉莉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走下角是全服最強的 出裝 魔紋以及奧義 希望你也能夠享受傳說對決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記得訂閱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嗚嗚